书接上回 上回书我们一直都在提一个人叫管仲 把这管仲说的是神乎其神 可能有很多人就要问了 究竟这个管仲是何许人也 这个管仲是怎么个出身怎么个情况 我们不了解 就知道这管仲是公子鸠的老师 那么他在死之前都有哪些朋友 他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历史上会有管报之交易说 而且交朋友都拿管仲和报书牙举例子 说我将来要是能交到管仲这样的人 能交到报书牙这样的人死也值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讲呢 究竟管仲和报书牙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为什么把这两人立成标杆呢 你晚下说 这讲书我们就要说这些问题 要说起这个管仲是机性后代管仲的儿子 这个管仲年少的时候其实过得很惨 不是那么家庭幸福 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 不是这样 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有人说呀 人生有三不幸四大喜 四件喜事大伙都知道 久汉逢甘雨 他乡欲故知 洞房花竹叶金榜提名时 这是人生的四件喜事 那么对应着人生也有三件悲事 就是苦事 哪三件事呢 头一件幼年丧父 孩子很小的时候爹死了 靠山没了 第二件 中年丧妻 夫妻正是恩爱的时候 夫唱夫随 夫妻互相协作 相进如兵的时候 妻子没了 一件悲事 最末一件老来丧子 到老了老了 儿子先死了 希望没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 三件悲事 这三件悲事 管众战七一 幼年丧父 和他的老母亲两个儿 是相依为命 这个家境情况就可想而知 要说吃上顿没下顿 那么有点过分 但是要比起人的有钱人 天让之彼 管众在年轻的时候 结交一个好朋友 此人就是报书 两人交往很深 可以说是磕头三次入祖坟 犹如同胞 姻母亲 俩人好的搂拨 穿一条裤子 而且互相都了解对方 两人就合伙做买卖 做生意 用现在新名词说 报书牙出钱 管众出力 一个是老板 一个是董事长 不一样 商量好了 赚了钱之后 利益均分 二一天做五 这个管众 你别看没钱 脑瓜好 有经商的脑瓜 对待这件事啊 是尽心竭力 所以啊 这个买卖 是日常的红火 一到年底算账 分红的时候 都分一大笔钱 可是事先商量好了 二一天做五 报书牙相信管众 你挣多少钱 我也不问 到年底 你就给我拿钱来 拿多少都行 所以啊 每次分红的时候 管众 可没拿二分之一 拿了三分之二 给报书牙三分之一 书中代言 报书牙知道不知道 知道 可是报书牙 装作不值得 哎 有很多人就不了解 找到报书牙那告密 说您糊涂了 这钱数不对啊 你不信 去柜台看看他那账 那账可不是这么计的 他分给你这点钱太少了 我看他顶多有三分之一啊 这 这你应该找管众算账 这种人啊 耍滑 不能和他一块做买卖 哎 包书牙一听 以后你们所有人都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虽然说当初我们商量好了 挣了钱了 二一天做五 可是有一点 管众家境贫寒 我家比他好多了 生活条件比他强 他还有个年迈的母亲需要他照顾 所以啊 他多拿一点 也是应该的 这也不是他多拿的 这是我自愿让给他的 你看 既然 既然 这个人呢 也不过儿子 包书牙一听啊 又把家人给找了 说这事啊 不能怪管众 这不是管众的原因 是时机不对 人要做事啊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天人不可分 人有心 而天不足 这事也成不了 你认为他没才能 那是因为他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 倘若时机对了 管众这个人是大鹏展翅 那是了不起的人物 比方说想当年江太公喂水和钓鱼 江太公七八十了 还不得知 老来哄老来哄到老了喂水和钓鱼 文王访贤 江太公这才把自己的才能得以发挥 帮助武王娃昼一展才华 那管众就是江太公 你看 报书呀 老替管众说话 老替管众辩护 甚至于后来管众领兵带队打仗的时候 一到关键时刻管众跑了 临阵脱逃 大伙都笑话他 胆小鬼 怕死 报书牙 也给他辩护 说他跑是对的 因为他死不起 他家里还有母亲呢 作为子女的 不孝敬母亲养老送终自己就死了 这是对父母的不敬 所以说管众没有错 这都是对的 再后来管众跟随报书牙到了齐国 两个人呢 服侍不同的人 报书牙呢 当了公子小白的老师 管众呢 当了公子鸠的老师 后来齐国发生内乱 公子鸠和公子小白 两人都要回国 争作国军 公子小白在报书牙的帮助之下 抢先回到齐国 被立为国军 那么在半道上 炸死埋名 躲过了管众的截杀 这才跑回来 桓公继位之初 就发兵攻打鲁国 要求鲁庄公杀了公子鸠 而且要把管众 省捆所绑 压到齐国的都城治罪 鲁庄公没办法 被迫杀了公子鸠 答应交出当时的凶手管众 就把这个管众啊 给逮起来 可是他的谋臣呢 就跟鲁庄公讲 说管众这个人是个人才 我们怎么能交给齐国 倘护齐国要重用他 这我们那不就更被动了吗 岂不是养虎为患呢 鲁庄公说这不行啊 现在人家齐国正要人呢 我说不给 人家齐国也不答应 诶 诸公 您把管众杀了 这不就完了呢 人也给他了 也没有后患了 这多好 诶对 这是个主意 正要杀呢 爆书牙来了 听说要杀管众 爆书牙可急了 且慢动手 刀下留人 您不能杀呀 您得把他交给我 我带回去 见我家主公 我家主公和他有一剑之仇啊 我家主公对管众恨之入骨啊 您要把他杀了 这怎么行呢 老话讲 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 那得自己动手 您就放心把他交给我 让管众多活两天 武装公一听也有道理 那好吧 就把管众交给爆书牙 爆书牙把管众接到齐国 安排到自己家了 好吃好喝好招待 你看俩人交情在那摆着 第二天爆书牙去见齐桓公 跟齐桓公就讲 说主公现在齐国有一个人才 这个人了不得呀 才智过人是举世无双 只要您重用他 那齐国一定能够强大 要想称霸于诸侯 也必须重用此人 齐桓公很感兴趣 爆书牙你说的这人是谁呀 主公此人呢 就是管众 什么 管众 他不是公子鸠老师吗 想当初他不是要要我的命 我怎么能用他呀 主公啊 想当初那叫各位其主啊 当时管众为公子鸠做事 那自然他要害你 现在公子鸠已经死了 如果主公您重用他 他必定会忠心耿耿效忠于主公 齐桓公想想 那我用你不也一样吗 我正打算拜你为相 帮助我治理国家 哎呀 主公啊 主公啊 蒙主公错爱 臣下感激不尽 可是我这个人呢 小心谨慎 我不如管众 管众啊 是治国图霸的人才 那好吧 你把管众带来 我见见他 管众见了齐桓公 跪下来请罪 齐桓公把他扶起来 两个人这么一谈 管众是侃侃而谈 齐桓公是万分高兴 任用管众为相 管众对待 报书牙 是感激万分 想当初 我穷困潦倒的时候 和报书牙做买卖 结果都是我一而负责 分利润的时候 我拿的多 给报书牙拿的少 报书牙什么也没说 他知道我穷 我还给报书牙谋划过事情 给他当帮手 可是我能力有限 报书牙呢 不认为我愚蠢 反而对世人讲 说我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 我曾经三次做官 三次被国军驱逐 报书牙不认为我没有才华 认为我生不逢时 我还三次作战 三次逃走 报书牙不认为我胆小偷生 认为我应该回家孝敬父母 我福宝公子就建设主公 是万死之罪 报书牙以死相争 保我不死 并且在主公面前 为我求取公民 我呀 不如报书牙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 报书牙也 没有报书牙 焉由我管众的今天 报书牙 那就是伯乐呀 所以你看后来 有这么管报之交易说 什么意思 得真心遇到像报书牙这样的好人 要遇到报书牙这样的伯乐 天下人都知道管众有才 但更应该知道的是报书牙 是识人的伯乐呀 讲古书说的是现在的道理 现在的人都希望能够遇见报书牙 都希望自己的领导是伯乐 也都把自己看作是千里马 我们在承认自己能为的同时 也寄希望于外部力量能够赏识自己 其实这是双方面不是说单方面 首先说你得真有能耐 不是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其二赏识你的伯乐很重要 我个人认为好像这个似乎能占百分之五十一 个人能力占百分之四十九 那说怎么这么分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有时候你有能耐不下 你真是千里马 你遇着一个祸害人的领导 不是伯乐 既贤度能 我就不用你 我就收拾你 我就压迫你 你也没皱面 你觉得自己是孙猴子 我是孙悟空欺骗大圣 在人家眼里 你是猴孙子 白扯 当然这也是极个别地区 极个别人的 极个别现象 显言少许 齐桓公同意了报书牙的意见 任用管仲为相 让这个管仲治理国家 现在这个齐国 我们也说了 经过内乱之后 是百废待兴 可是过了很长时间 齐桓公没发现什么动静 把管仲给找来 说齐国的政治 什么时候 才能够达到顺善的地步 你究竟干没干活 管仲的直言不讳 诸公啊 臣下地位卑微 而齐国贵族甚多 老话讲 贱不治贵 我怎么能治得了这些贵人 若治不了贵族 齐国的政治 又何谈顺善 哦 任命管仲为上卿 可过了一段时间 还是老样子 齐桓公就问说 这是怎么回事 你现在都是上卿了 齐国境内 除了我之外 你官最高了 这回又怎么回事 管仲说呀 对贵人 我无所畏惧 但是臣下是个穷苦的人 老话讲穷不致富 这怎么行 这怎么行 我把全国的税收给你 富比 王室 这回行了吧 结果管仲还是依然如故 齐桓公又把他给找来 说你这是怎么事 现在要官有官 要钱有钱 你这怎么办 你怎么解释 主公 跟君王关系的亲疏问题 也要考虑 关系远的人 自然不能控制关系近的人 臣下虽然说贵过他们 也是富甲国家 但是我跟你毕竟有距离 您身边的人我管不了 这也是枉然 齐桓公经过仔细考虑 封管仲为雅夫 也有的说封管仲为仲夫 这回又有亲戚关系 这回以来管仲开始一系列的实施方案 他不是有本著名的管子吗 其中说 苍领时而知礼节 什么四维不章 国乃灭亡等等 打这起管仲 福宝齐桓公 称霸诸侯 你看这叫有能耐人 有没有能耐 不是自己吹 老觉得自己不错 哎呀有点小名 自己北找不着了 有俩小钱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走到大街上得问旁人 哎贵姓我姓什么来着 没有用 这叫小人诈父 土豹子开花 神仙没法 人呢还得一心朴实 踏实下去 扶下身子来做事情 这也是管仲的过人之处 管仲去世之后 大约过了一百多年 其国又出现个贤相 此人便是著名的燕英燕平仲 史称燕子 他伙说我知道 燕子实处不如使命吗 其实啊 这个燕英燕平仲 博学多才 聪明机智 是齐国有名的政治家 他为齐国的富强 也做了许多事 那么究竟这个燕英 有哪些动人的故事 我们在下文当中 做以分解 对于 稳定的这种 这种东西 有哪些动物 在这种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